如果说肺玉清版的易简梅 唱出了梅花绽放的清幽之韵 诞增弥码则用自己独特的嗓音 唱出了梅花初战时的纯净之美 也正是由于这份独特 让诞增弥码在礼剑战队六强抢位战时 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脱颖而出 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六强席位 那我们要恭喜的是 一姐妹这样的歌曲我也唱过 不太容易唱得有什么心意 恰恰是诞增用一个藏族的方式演唱这样一首歌曲 非常突出 我了 弹针 我们恭喜弹针一马成为李健的正式队员